戴笠144 响录飞飞博奖 戴笠连连摇头 太可惜了 本来我是要委员长感受到我们强大的警察力量和雄厚的技术设施 正说着蒋介石不带戴笠请他 自己就走到扩音器前 美国朋友们 你们好 蒋介石笑容可拘的 自己领头鼓起掌来 他的话由皮宗爵译成英语 刚才我已经观看了你们及学生的精彩表演 效果很好 充分地显示出了你们的行政力量和教学技术 尤其值得我们感动的是 你们理想背景 忍受着骨肉分离之苦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尽心尽力地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为此 我代表中国人民对你们表示万分的感谢 全场掌声雷动 蒋介石频频挥手 这些年来 你们不仅为我们训练出大批优秀的警备人才 而且在帮助我们抗日 反对共产党方面 同样做出了巨大成绩 我们中美两国友谊是远远流长的 世世代代分不开的 虽然中美合作所就要结束了 但这是个开始 今后我们还要更好的合作下去 蒋介石越说越激动 美国特务们也深受感动 最后 蒋介石把话题转向800多名学生 你们很刻苦 很努力 在短短的时间就学会了一套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 很好 很了不得 你们不但是代局长的好学生 也是我最喜爱的学生 现在日本人投降了 前途还有很多危险 所以 你们今后的责任也非常重大 应当有更大的决心去完成我们交给你们的任务 又是热烈的掌声 有些学生甚至感动的流出泪来 蒋介石讲了近半个小时 在一片欢呼声中走下检约台 戴笠和贝利勒联盟走上去 陪着他去看中美合作所几个重点工作部门 蒋介石先是走马观花的看 当来到美国刑事实验室时 他又眼睛一亮来了兴趣 蒋介石首先来到测谎室 对戴笠说 这东西在美国我听说过 据说灵样的很 能不能实时给我看 戴笠对美国刑具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测谎器 支吾吾的说 现在没有合适的坏人要问 算了 另外还有更好的 戴笠不愿意试验 蒋介石偏要试 于是戴笠只好让沈醉上去试试 测谎器 电门打开后 机上的人每说的一句话 心理状况是否正常 机上的仪器便显示出来 沈醉是明白这机器底细的 上了机就像演戏一样表演着 因为蒋介石不知道沈醉的嫡系 到底说谎没说谎也不知道 这时 蒋伟国说 阿爸 你对戴笠局长是非常了解的 是他不就灵了 蒋介石很高兴 他正想窥探戴笠的内心世界 说道 戴局长 你上去试试 戴笠无奈 苦着脸 被蒋伟国连拉带推的浮上了机器 操作人员打开店门 屏幕上一片昆白 操作员按程序说道 戴笠先生 你孝敬父母吗 戴笠说 我父亲早就死了 我母亲还在 我很爱他 操作员指着屏幕上一条均匀的波浪像 向蒋介石说 这是正常表示他说的是实话 操作员又说 你想和处女发生关系吗 戴笠说 不 我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 遵守民族的道德和修养 这回 屏幕上的线开始呈现不规则的图案 强伟国高兴的拍着巴掌 指着戴笠说 你是个伪君子 机器上判断你撒谎了 戴笠还想抵赖 机器上的图案更加不规则了 蒋介石总算看出点味道来了 操作人员说 现在戴先生请回答我三个问题 你和蝴蝶女士有肉体关系吗 这下戴笠火了 青筋暴起怒道 不许你提这些问题 蒋伟国说 大局长 这是策谎 在我阿爸面前 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询问 戴笠向众人点点头说 对不起请原谅 操作员又重复了一遍 戴笠说 没有 我和潘友生是朋友 俗话说 朋友欺不可欺 我怎么会做那种上天害理的事呢 瑞华是坐在我这里 我承认 但绝对没有肉体关系 我和他的关系是纯洁的 高尚的 无可指责的 潘友生在外面工作 我替朋友照顾一下妻子 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戴笠在机上阵阵有词 屏幕上的线已经扭曲得乱七八糟 蒋伟国说 大局长 这次你又撒了个弥天大谎啊 众人窃笑 此时 蒋介石对测谎仪已深信不疑了 眼睛低溜一转 突然脸一沉 吼道 不许问这些下流的问题 我来问 操作员吃了一惊 慌忙将魏子让给蒋介石 讲述了一遍操作方法 戴笠万没有料到 蒋介石会来这一招 愣了半晌 但还是静了下来 蒋介石干涸了一声 打开店门 双眼紧盯着测谎仪的屏幕 问道 你对工作积极负责任吗 戴笠点点头 是这样 屏幕显示很正常 蒋介石接着说 你对部下十分爱护吗 为什么 戴笠说 很爱护 因为革命工作靠我一个人干不了 必须依靠部下的同心协力 那你对部下严格吗 对你自己怎么样 我对部下相当严格 当然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 蒋介石说 不 机器上面显示你是在撒谎 你不许部下违反俱律 为难你关系的事 你不仅将不少部下打下牢狱 你还杀了一个叫王春泉的警卫员 而你自己心欢不断 金屋残骄啊 蒋伟国在一旁窃向 蒋介石说 戴局长 你可以骗我 但骗不了机器 他是会主持公道的 现在我问你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有野心吗 众人吃了一惊 面面相聚 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来这一周 然后一起把目光投向屏幕 戴利说 有 蒋介石追问 什么野心 我的野心就是想把军统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特务组织 替校长效力 直至消灭共产党 沈罪 毛人凤 这才松了口气 对戴利的临危不惧 表示钦佩 蒋介石 不愧是老天巨华的政客 很快又找到徒步口 戴局长 机器表明你在撒谎 我再问你 你对我忠心吗 绝对忠心 你有过背叛我的企图吗 从四一开始 你私欲膨胀 拼命扩张自己的势力 很快 人数已就发展到二三十万左右 加上现在又收编了无数王精卫的杂牌部队 在这些特务部队的武器 一律都是美国的卡宾 汤姆收的装备 这些武器装备部队是用来对付谁的 说 报告校长 学生对你是一片中心 对签可表 这些年来 我的确是抓了不少部队 但目的和用意绝不是 绝对不是反对校长 是因为我们敌人共产党 那么凶恶 那么虎视眈眈 如果我们不强大 就有被他们吃掉的可能 这辈子我别无他求 只愿意追追校长 笑缺马之劳 分一份忧心 说着在策谎集上流出泪来 蒋介石见状 恢复平静的神态 笑道 测谎已果然灵现 烦我身边的人 我都要拉来测试 看看谁对我不忠 说着 走过来 排着戴笠的肩膀说 戴笠是我的好士兵 不错 我很高兴 这时贝利勒 哇啦哇啦的对蒋介石说起话来 皮宗爵反译道 蒋委员长 我建议你也上级试试 让我们也了解了解你 蒋介石说 免了免了 让你们那些下流的问题问 我受不了 贝利勒解释说 问下流的问题是士鸡 男人吗 不管他是不是怎样的证人君子 潜意识里总是对一星有着渴求的 这样士鸡具可以检查机器的运作是否正常 于是 助人一起哈哈大笑 将刚才那些惊心动魄的话 全都抛在脑后 戴笠也跟着笑 让笑声缓解他紧张的情绪 刚才若不是事先有所准备 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